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月 第三十一集 李璧服人不悦 王杰杜的女儿至今下落不明 这般懈怠让外人看到成什么体统 狼位覆灭以后 王韵秀绑架案就成为靖安司最急需解决的事件 王忠四是朝中重臣 他的家眷若有闪失 将会对太子有极大的打击 李璧绝不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徐斌赶紧过去 踢着暗角催促他们都打起精神来 这些小力只好重新摊开胯带做了回去 但很多人内心不以为然 大家都觉得他一定是死于昌明坊的爆炸 尸骨无存 没必要再折腾了 李璧没有再去管这些人 他心事重重的走过长安城的硕大沙盘 静止来到自己的暗集前 他的暗集上有七八个质地不一的文匣子 里面分别搁着各处来的训报简录文读等 其中最华贵的是一个紫文锦匣 专程官署行文 它一直都是空的 可现在里面却多了一份银编书状 谭齐确信 他们出发之前 这匣子还是空的 他粘起旁边的签收纸条 果然是刚送来不久 李璧拆开文书扫了一眼 不由得冷笑道 嘿嘿 我还没去找 他们倒先是把答案送来了 然后把他往徐斌手里一丢 徐斌接过去略看了看 这书状来自于幼销位 里面说 鉴于皇城有被贼袭扰之忧 临时提掉吕奔军催气 拘拿相关人等彻查 特知会静安司云云 外人看来 这只是简单的一封知会 可在熟知官场的人眼里 却大有文章 静安司负责长安城内外 而幼销位负责皇城的外卫安全 两者的职责并不重叠 也没有同属关系 突厥人这事闹得再大 他也只是静安司的权责范围 但狼卫跨过了光德怀远这条死线 让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 一过死线 他们对皇城构成了直接威胁 性质立刻成了惊扰盛架的大案 幼销位便有权立刻介入调查 他们打起查案 这块金字招牌 想提掉谁就提掉谁 哪个敢不配合办案 谁就是谋逆 所以若幼销位要求崔弃逮捕张小静 行为虽数越权 可他一个小小的降左 根本扛不住压力 不过崔弃在这事上并不清白 他明明可以提前告知静安司 让李毕有所准备 可他却默不作声地 搞了个突然袭击 还抓了张小静 直送幼销位 此举无异于背叛 姚汝能对崔弃的背叛并不意外 从西市放走草破岩开始 一连串的重大失误 让崔弃如惊弓之鸟 极度惶恐不安 狼卫越过死线 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崔弃自认为 待在静安司已是死路一条 还不如去抱幼销位的大腿 好歹会有头笑之功 李毕对崔弃的去向不感兴趣 他用指头磕了磕暗面 为什么幼销位要抓张小静 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幼销位干冒与静安司冲突的风险 强行跃拳捉人 有什么好处 没有人回答 试射朝征 姚汝能级别太低 徐滨浑浑噩噩 这两个人都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 弹琪安静地站在一旁 指尖抵住下巴 一双眉眸睁睁注视着沙盘 忽然 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伸出修长的指头 似是有意无意地指向了沙盘中的平康房 李毕眼前疏然一亮 弹琪是家养弼 这种场合不敢开口 但他的暗示足够明确了 平康房里可不只有青楼 这里还住着一位大人物 右下李林甫 本朝最著名的政治警官之一 就是李林甫与东宫的对峙 这位权倾天下的宰相 对东宫一直怀有敌意 只是没有公开话 他在暗处一直盯着静安寺的错漏 好以此攻劫东宫 他是太子在朝堂最危险的敌人 从右销卫出动 到张小敬被捕 只有短短的间隙 敌人能瞬间抓住破绽 一口咬准七寸 这惊人的眼光和执行力 绝非右销卫那些军汉能琢磨出来 必然有一位老手在后头支招 能这么干 且有能力这么干的 只有右下 顺着这个思路一琢磨 整个动机陡然变得清晰起来 倘若张小敬落到了李林甫手里 光是他的身份就能够做出好大一篇文章来 你为什么坚持要任用一个死囚 你凭什么认为他值得信任 狼卫都杀到皇城边上了 是他办事不力 还是有心放纵 如果启用另外一位中军的干员 这些骚乱是不是可以避免 没有实诚把握 你竟然冒险 你有没有把圣上的安危当回事 李毕在脑海里 想象着李林甫各种质疑的嘴脸 不由的黑了一声 正如李亨此前在净土院提醒的那样 贺之章是遮风挡雨的亭鼎 他这一去 鸣枪暗箭立刻扑上来了 这次突厥狼卫事件 结局很暧昧 说成功也算成功 凶徒被全然击毙 说失败也算失败 这些草原蛮子一度逼近皇城 惊扰玉座 静安司未能防患于未然 也是失职 换句话说 静安司这次究竟是晴天保驾 还是玩忽职守 就要全看朝堂上 哪边的实力比较大 张小静在右相手里 东宫可就被动了 难怪李相出手这么迅速 姚汝能徐斌站在原地 大气不敢出 他们虽不如李毕看得透彻 但光看上司的脸色 就知道这事麻烦大了 李毕简单的解释了一下 徐斌脸色一暗垂下头去 姚汝能愤愤的摇摇嘴唇 他不明白 这事怎么能这么复杂 只因为官员之间的互相倾压 就可以把一个拯救了长安的英雄 任意抓捕 这可不是什么盛世气象 以来长安还太短 这样的事 徐敏摇摇头 姚汝能却看向李毕大声道 李思成 我们不能放弃张都尉 这不对啊 李毕是以他稍安勿躁 右手习惯性的想要抓住什么 却发现抓了个空 谈起把扶尘从旁边取来 放到他手里 李毕扶尘一握 沉声道 我们不会放弃张小敬 突厥人的事可还没完呢 三人文言据事一正 狼卫不都已经全死了吗 徐敏以为 李毕指的是 王运秀的调查进展 联邦转身 捧起一卷报告 吕奔军 此时正在对 怀远坊的龙波住所 修正坊的空宅 昌明坊货站等地 进行彻底搜索 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 任何王运秀的踪迹 李毕摇摇头说 我说的不是王运秀 是突厥人 徐斌祈祷 哪个 司成还有什么顾虑 李毕看了他一眼 徐主是记忆不差 可记得 苏记车马行进城时 冒充末料爆关的 延州石辣 一共是多少桶 这些数字 徐斌暗熟于心 脱口而出 三百桶 分别装在 三十辆大板车里 三百桶失之 就是三百桶猛火雷 刚才那三辆马车 加起来 一共只装了十五桶 也就是说 还有二百八十五桶 和二十七辆板车 下落不明 李毕这么一提醒 周围的人 都是悚然一惊 对啊 狼魏带来的 仅仅只是一小部分 仅仅只是 那五桶的威力 已经把西式 搅得天翻地覆 如今 还有两百多桶 不知去向 这长安城 天哪 他们心中 同时浮现出四个字 却乐祸多 这时 姚汝能解口道 可突厥人 死伤惨重 纵有落网之余 应该也没有人手 来运送这两百多桶啊 李毕似笑非笑 谁说做这件事的 非得是突厥人不可呢 姚汝能呆了呆 然后惊出了一身冷汗 张小静也罢 李毕也罢 他们总是不但 用最黑暗的思路 去揣则事态 仿佛这世间 一个好人也无 更可怕的是 他们很可能 是正确的一方 李毕道 所以我们还需要张小静 这事除了他呀 谁也办不到 众人不冤而同的 瞥了一眼沙盘 长安城上 迷雾缭绕 在所有人 都在欢庆胜利之时 真正的怪兽 还折服在暗处 刚刚露出獠牙 只有张小静 才有可能劈开迷雾 把那怪兽 拖到阳光下来 而他此时 却深陷自己人 编织的牢狱 姚汝能迟一片刻 向前一站 被志愿去右销卫交涉 徐斌在一旁 急得直搓手 哎哎 糊涂啊 你什么身份 右销卫碾死你 眼皮都不会动一下 那我也得去试试 实在不行 我就 我就 姚汝能说到这 把腰间令牌解下来 我就去劫狱 请刺诚放心 我会辞去差事 白身前往 断不会牵连静安司 少安勿躁 还没到那地步 李毕示意 他别那么激动 姚汝能却捕捉到了 他的掩脉之意 还没到那地步 意思就是说 如果真到了那地步 劫狱也未尝不可 李毕把扶尘重重搁在暗机上 眼神里射出锐光 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 其他人等 给我严守岗位 继续搜索王运秀 不许有分毫懈怠 店内随即响起一阵 埋怨和失望的声音 不过在李毕的邓势下 无人造次 小利们打着哈欠 把书架铺开 仆役们猫着腰 把鸭面的暖炉重新吹着 通船飞跑出店外 把这个不幸的消息 通告各处望楼 李毕让徐斌 姚汝能和其他几个主事 督促搜索事宜 然后转过身去后堂 在那里 谭琪已经把他的外袍和算带 都准备好了 公子 你真的要去闯右销位吗 谭琪担心的小声问道 不 那样就郑重李向的下怀 他正盼着我跟南亚的人撕起来呢 李毕指示谭琪 要去的人不是我 是你 我 谭琪突然有些慌乱 为 为什么是我呀 李毕附在谭琪耳边 轻轻说了几句 谭琪惊恶地看了一眼公子 以为他在开玩笑 李毕却坚定地点了一下头 表示自己 没疯 你是个聪慧的姑娘 在这里端茶地水 摆摆沙盘 对你来说 太屈才了 突如其来的保奖 让谭琪一下子 面红耳赤 连忙垂下头去 李毕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身边值得信任的人不多 做这事啊 非你莫属 那公子你去哪里 谭琪问道 李毕披上外袍 挂上算带 把银鱼带的位置 在腰带上调了调 这才回答道 只有一个人 才能打破如今的僵局 我现在去找他 谁 贺奸 李毕口气平淡 可谭琪知道 这是公子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丰大轮有两个爱好 一是在宜香阁里饮酒 二是宜香阁本身 这间小阁宽敞皆为十五部 地方不大 可却有一桩妙处 四壁的墙中 掺有滇国特产的云灰香草 舍香和乳香碎木 倘若有日光移入阁中 室内便会泛起一股悠悠异香 历久弥香 让人如居蓝室 此时日光虽以膝下 可香味有存 风大轮笑眯眯地举起手中铜绝 浪声道 见圣人 以清酒为圣人 以浊酒为闲人 这是市邻里戏谑的说法 主人既起了姓 对手的客人也拿起酒绝 回了一句铜剑 然后大秀一福 一饮而尽 对手跪坐的是一个叫原载的年轻人 这人生得儒雅端方 额头贫阔如台 望之炎然 他正是勇王推荐来的大理寺平氏 轮起关节 比风大轮要高出一头 原载引霸放下铜绝脱口而出 好酒 这是 虾莫林的狼冠青 风大轮竖起拇指 原平是好舌头啊 正是长乐坊的 虾莫林所出 他拿起酒勺 又给对方针满 慢条死里的说 说到这个名字 还有一桩趣事 长乐坊里啊 有一座古种 就在坊内街东 相传呢 是汉代贤士 董仲书之墓 儒家梅人到此 要下马以示尊敬 所以呢 叫下马林 芒夫俗子不知名叫 以讹传讹 居然给念成了 下马林 这也真是可笑 他久坐营造 关于长安 访民古迹的掌故 熟籍而留 园仔哈哈一笑 在下出到长安之时 就好奇 怎么会有 这么个古怪地名 今日听了 风兄解说 才算恍然大悟 他捏着铜绝 环顾四周 忽然感慨道 风兄啊 你可真是会享受 这宜乡阁处处都有心思 在长安 也算是一处奇景喽 风大伦敏锐的注意到 原载目光所扫 皆是沉香木乌梁 水晶鸭帘 紫红嚣张 等奢靡之士 眼神炽热 但稍陷极势 他阅人无数 知道这说明 此人内心有着勃勃贪欲 但却能隐忍克制 将来 一定是个狠角色 这时格外传来了敲门声 一个扶浪少年 站在门槛 将一张纸条递进来 风大伦展开看了一眼 又没一条 随手揣进怀里 对袁载道 今日 请袁平氏来 是有一件小事 长安县域 有个死囚犯 烦牢行一道文书 把他提掉走 哦 袁载歪了歪头 提掉到哪 大理寺欲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